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 正如两个世界的人 也永远不会产生交集 如果有人率先打破这层屏障 闯入另一个世界 它又会带来什么呢 两个人的对峙与摩擦 两颗心的碰撞与重塑 是命定因缘还是天降灾星 尸贝斯 等等 石花花 从今天开始 石花花小姐 跟您在南郊公寓同对抗 健康的人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到 那是吗 我没有感觉 好 你知不知道 她给我生活和工作在这儿多少点玩呢 她啊 外表情 她内心啊 憨憨的 可爱的很 你应该知道如果我跟老周在一起 对肯然来说 有多少的好处 我从来都没有要跟你谈恋爱的想法 智者不对 智者不对 就算我从这里跳下去 我也不会喜欢石花花的那种 花花 石花花我警告你 你是我的高级行政管理副总 不能离开我 我说的是永远 不能 是永远 我发现她身上也有很活泼很阳光的一面 只是平常刻意封闭了自己 你也是我周之菲的专属 我会丢 谁 我都不会让 无论前方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陪你一起面谈 好羡慕 我是鱼 你是猫 这样 别把我吃死死了 好羡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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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来了 我又没有好羡慕 好羡慕 谢谢大家